另外呢就来关心的是这个厨房的安全性 这烘烤锅号称呢可以这个煎可以煮还可以烤肉 哎听起来真的是还蛮方便的 在购物台有卖的吓吓叫 但是现在有网友po文了 才刚刚买这个锅子才两三个月竟然是爆炸了 当时呢他其实在使用完这个烘烤锅的时候 是有按着这个说明书插电烘一下 接着在旁边洗碗做别的事情 但是没有多久这烘烤锅就爆炸了 而且玻璃罩整个碎裂 但却有民众在网络上po文章 才买了两三个月的烘烤锅竟然爆炸了 网友说当时洗完锅子之后 按照使用说明书插电小烘个几分钟 妻子在一旁洗碗 没想到锅子就突然砰爆炸了 玻璃罩整个碎裂还炸到炉子上 吓坏了一家人 一滴血会爆炸也是太扯了吧 应该是厂商的问题 那个爆炸起来有时候会爆炸 要火灾烧房子 假如会火灾我不敢用 网友试后询问厂商怎么回事 但得到的答案让他心里很难接受 因为厂商说玻璃原本就是会因为温度变化 而热胀冷缩 烘烤中玻璃上沾到水分引发爆炸 这是正常的 曾经不小心去撞击到 那已经有产生一些隐形的那个伤痕 有可能会因为这个冷缩热脏的关系 使那个裂痕变得更明显 就是会有产生玻璃破掉的情形 烘烤锅会爆炸 业者认为可能是客户使用方式不正确 但对于民众来说 只是在烘烤中的锅子旁边洗个碗就引发爆炸 还真是让人吓坏了 中间新闻邱小沛 陈建雄 赖冠张 台北台南综合报道